效力马铃鱼的陈伟英去年因做手肘出现韧带轻微撕裂伤,几乎缺席大半球季,他历经休息后在出发,今四日出席伊甸基金会活动时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做轻度练投,上礼拜开始传截球,昨天也有丢,现在就投一休一,投起来感觉很轻松,没什么异状,很放心。 陈伟英去年继出先发五场后,因任带撕裂伤高挂面战牌,直到九月才以中继投手之资付出,但投了四场就提前关机,陈伟英由于历经受伤,进后自主训练亦很谨慎,今年状况特殊,菜单大部分都是经纪公司给,也要让手夺休息,尽量不举太重,其他训练就以下半身为主。 陈伟英反台后,大多时间都呆在师大,跟富邦寒将球星高国辉等人自主训练,现在人也越来越多,他说虽只有坐操跟跑步会一起,不过人多训练起来也热闹,感觉不错,气氛好会让效率相对增加。 历经一段时间调整后,他现在自上周起开始传球,并维持投一休一的节奏练投。 陈伟英表示,目前练投距离大概15到20公尺,每次大概投15球,其他行程等回美国看完手的检查结果后,才会再有进一步的行程。 他也坦言这次受伤后,球队跟自己都相当谨慎,球队会想知道我每天投完跟投完隔天的感觉。 有说如果有影片就传去给他们看。 陈伟英这次为伊甸基金会站台后,暂时不会有其他公开活动。 反美时间则还未定。 他认为已往返台出席活动,有时较偏商业性质。 这次的各种活动自己做起来不用太正式,相对轻松且自在。 训练跟做工艺也都能兼顾做好,感觉不错。 希望让大家了解有很多地方去关怀。 忠实电子报